那是十分之一 快十分之一了 抱着了以后 反而想解套 经过2014年 2015年 两年熬过来的寒冬 到了2016年 有了点起色 逐步的回到了 大概就是 6000多人民币 不到1000美金 然后就迅速的 它上涨开始 最高涨到了 1万多美金 谈不上什么 这个第一桶金 但是大部分的经验 其实都是亏钱的 挣到钱的 都是挨过打的 而且是遍体鳞伤的 很多人在那里面 就离场了 那些所谓的 13年的老人 大部分连 10%都没留下 其实2017年的会儿 您都已经开始赚钱了 是不是 因为您是 13年的会儿入场 因为赚钱也是偶然 因为我大概是2015年开始挖的矿 建的矿场 2016年搞的以太坊的矿场 您最开始还在亏钱 那建矿场的第一桶金是哪来的 矿场是这样 矿场的第一桶金简单说 当时没有钱 矿场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 当然 是内蒙古包头的一个朋友叫老李 他投资建了一个矿场 那我们在北京 开这个比特币峰会的时候 在一个饭桌上认识他 我是山西人 他是内蒙人 聊得很投机 我就给他毛遂自荐 我说我妈能给你把这个规模再扩大十倍 然后呢 你聘请我都丢吧 我们聊得非常投机 基本上就是一个星期之内敲定的事情 然后我就开始运营那个矿场 然后呢 就把这个矿场最后做大了 做到了九个 一个 原来是一个这个矿场嘛 变成了九个矿场 我分到了一笔干股 这笔干股呢 就是低筒吧 然后很多的交易所呢 又想去台参与挖矿 不知道怎么做 所以我在中间就做了个桥梁 把这些人连在一起 最后呢 就变了这个矿场 最后堆满了机器吧 然后我们呢 稳定的可以抽水 那是2015年吧 紧接着就是16年 以太坊挖矿 到了17年就ICO了 就是后面就很顺了 后面就基本上 就是不再是参与 不再是参与这个 一个一个大的这个趋势 是制造了一些趋势 那我有一个问题 王爷您说 像这种亏钱的情况下 你是当时就怎么 就觉得这个事靠谱坚定 亏钱还继续往前走呢 实话实说呢 是没办法 因为亏着钱是借的 借着高利贷 还抵押着老家的房子呢 万一要是再 如果就是不坚持下去的话 这个 你就只能是 接着回去卖牛肉 去还钱 当时候也是 压力好大 对压力非常大 那时候 头发就是 白的也非常快 然后我剃光头 是因为我头发是白的 并不是我脱发 就是 那时候赔钱的 速度非常快 后来是 就是 就是麻木了 亏着麻木了 只能说是 接着跟各种人合作 当时跟六七个公司 都有合作 各种各样的交易 各种各样的 矿机生产商 矿场 媒体 都有各种各样的合作 但是 那时候的企业 都不挣钱 都是只能跟你 搬股 都 要了些这样的 不值钱的股份 但是 到了牛市的时候 这股份都值钱了 对吧 那一七年的时候 其实我一七年 之所以做 ICU的投行业务 投行业务就是 帮他们融资 帮他们上交易 宣发 也是因为没钱 钱不够多 投项目太多 投不过来 所以就是 干脆就说 当个顾问 然后我呢 抽一个点的 相当于是 IP 就是投行业务费 我一时以来 就没有成立公司 就一个人 做 其实咱俩算是 投行 因为我是媒体出社 自媒体 但是就是 并不是很关心 就是大家想象 就是很顺利 其实就是 其实是非常不顺 一直扛着 然后赶上 谁都挣钱的时候 也跟着 挣了点小钱 仅此而已 没有大家说的 那个几百亿 那都是 网上媒体瞎船 你没当真 我们都当真 确实很受鼓励 您的意思就是 不存在什么低一桶金 最早呢 就是亏钱 就是因为刚入场呢 就直接从 这个六千 直接跌到了 这个八九百 是接近十分之一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就一开始就亏钱 但是呢 这里面核心赚钱的逻辑 我听出来 宝儿爷的 那个 您的这个思路呢 可能就是 我们还是要坚持不懈的做事 当然了 您也说 您有一点被动和无奈 但是呢